你们好,我是异形毁灭者,Yo 今天真的开启了一部和电影聪明的轻板借机游戏 1990年当生的Alien,异形 小时候看异形电影的时候还真的被吓得不轻,感觉好可怕 这游戏的玩法也很简单,除了上下左右 就是站着射或者是跪着射了 整个游戏就是不停的击杀 能看到的所有异形 主角小帅,开局就拿着无线子弹的机关枪 看背景有很多个暴脸虫的培养槽 捡到了自动追踪的飞弹 有时很好用,有时又不是很好用的一把武器 得看场景 不久之后,帮助一位小女孩逃走了 然后小帅就遇到boss了 这头看起来像什么就不好说了 打败他之后就上车 好不容易才追上小女孩 结果小女孩又被抓走了 这一关还可以看雷达提示 可以看到异形都躲在哪里 捡到了一把3V 虽然可以同时攻击三个方向 但是伤害很弱的一把武器 电梯最重要是清掉上面的敌人 不然电梯的绳子断掉 小帅就会吊死 捡到了一把火枪 攻击力很不错 这只boss看起来有一点点像蟑螂的感觉 这游戏除了异形还会有一些僵尸军团 还可以坐上在电影里出现的同款机器装甲 这装甲蛮厉害的 可以一击必杀boss以外的异形 看看这场景 看看小异形 在背景那些人的身体里转出来 只能说人类真的是自作自受了 这个boss怎么看起来就有一点点眼熟呢 击败他之后又上车了 终于成功的救下了小女孩 看看这一些会吐盾 盾低的异形 这一些小箱子或者是一些铁筒 最好都又先破坏掉 因为它们就像minecraft里面怪兽的刷新点 不破坏掉的话就会不断的刷怪出来 这只boss超级丑 头上看起来就像是人类肺部的造型 这几只用手来走路的异形 越是攻击它它们就会变得越大之 不过它们的攻击都蛮好躲的 只会随机乱跳并不会冲着小帅去 被垫垫到就会乱冲的boss 认真玩的话是很容易躲掉它的攻击的 异形皇后再缠软 破坏掉它的软之后 很快就可以到最终站了 不过途中还是要路过一些地方 先上太空飞机 最后在太空飞机里面和皇后战斗 将皇后退出去外太空 完结傻花 平分的话 一不好玩 二有一点点缺陷 三合格四优秀 我会给三分吧 1990年能做出这样还算不错了 喜欢异形的朋友也可以自己来体验一下这游戏 你们好 我是异形毁灭者 Yo 订阅我 一起来回忆被接机支配的童年吧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经常会有朋友问我 玩的怀旧游戏都是在哪里下载的 我就直接回答吧 我没有自己设置或下载 而是花了一点点小钱 省下了一大堆时间和试错的麻烦 Jay Marchant的硬碟 只要插入电脑就可以开始游玩了 Jay Marchant 收集了超过10万个游戏以上 从1970年的Atali 一路到GameWatch JG GameBoy 3DO NDS 3DS Sega Saturn PS1 PSP PS2等等 各种的借机打架 打飞机 轻版过关游戏 一些大人才能玩的老式配游戏 宝可梦系列 洛克人系列 洛克人EXE 洛克人Zero 农场物语系列 数码暴龙系列等等 都可以在里面找得到 PS1或以下的模拟器 普通电脑基本都能跑得动 PS2以上的模拟器 跑不跑得动 就要取决于自己的电脑等级了 第一次使用Jay Marchant的朋友 只要先跑一下 Direct X Repair 它会自动检查和补回一些缺失的小配件 DDL 以及新创一个电脑优色登录就行了 不懂的可以打开 Read Me First 会有教学 完成了这两步 之后就可以打开 Read Me First 享受游戏了 会玩模拟器的老玩家 也可以自行加入其他游戏的ROM 或者是将里面的ROM 放去其他地方使用 购买连结我会放在资讯栏和留言区 谢谢你们的支持 字幕提供